进入英文操作界面 这里一共可以存储0到50 51个程序 启动方式 1是脚套启动 0是按钮启动 点这个进入了个参数 参数画页 这一台是机器 运行速度控制 最慢41最快19 如果是拨大线的话 一般把速度调到5啊6 调慢一点 这个是悬刀速度500 一般不需要调整 这个13是夹线直径 就是说当前加工线材的直径 一般比线材的直径的要小一点点才能夹紧 这个是最大 夹爪最大张开是30 波头层数 就是线材的需要加工的层数 如果是一层的话就填一 两层的话就填二 这个是必刀延迟 必刀延迟就是说 当它程序运行完以后 它会延迟 两秒钟再核刀 现在是 二就是两秒钟 填一的话就是一秒钟 最多是两秒钟 最长时间 点这个 进入详细参数 15 这个是线头 就是线材实际需要的尺寸 波头 就是加工完以后 它拉出的尺寸 拉皮的尺寸 旋转时间 0.3秒 旋转方向 有1跟0 1是正转 0是反转 4 这是线径 就是当前 线材的 切断的那个位置的直径 要比那个直径要大一点 退刀 0.2 退刀就是 它切 当它旋转切完了以后 拉皮的时候 提前一个动作 把刀轻轻的张开一点 再拉皮 全波一般不需要使用 下一层 这个都是一样的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的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的